好了,现在就要解决这个比较 就是4的x次方加6的x次方等于9的x次方 这条麻烦之处就是你不可以一开始就take log 因为左边有两个term,右边有一个term 那你就不要想take a log就可以扯一个x 那是不行的 那做法是怎样呢? 首先你就留意一下这些数字之间的关系 4,6,9 如果你仔细留意一下,其实你会见到4和9 那这个ratio就是2比3 就是square 而6和9呢 就是2比3 那这里有个小小的玄机 就是你感觉到有机会拾到quadratic equation 那当然是 不会这么简单,x square那些东西 当然那个equation 它是有机会拾到quadratic equation的格式 但是一定不会是一些很浅 很容易看得出的quadratic equation 那我们可以由这个契机入手 就是4 over 9 就是2 over 3的all square 而6 over 9 就是2 over 3 我们由这里入手去想 那我们首先就是 这个equation 全式除9的x次方 就变成4的x次方除9的x次方 加6的x次方除9的x次方 就等于这个 右边,9的x次方除9的x次方 就等于1 留意这个做法 6 over 9 我们可以选择2 over 3 4 over 9 我们可以选择2 over 3的square 所以下一步就会变成2 over 3的2x次方 加2 over 3的整个x次方 减1等于0 这里显示了reduceable to quadratic equation 我们可以选择2 over 3的x次方 我们可以选择2 over 3的x次方 我们就会得到 u square 加u 减1等于0 这个2 over 3的x次方 就是square 2 over 3的x次方 就是u -1 好了 这就是典型的 Choriatric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是 用Choriatric formula 計算是多少 u就是負1正負開方 1的square減4乘1乘1 乘1乘2乘1 2乘3的bracket x 次分 就是負1加開方5 或者2 的bracket x 次分 就是負1減開方5 2 負數這邊就是reject 因為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是always positive 它是不會等於負數的 所以這邊就不用計算了 到這邊就可以發現 左邊只有一個term 右邊只有一個term 這個次方就是未知數x 我們就可以take lot take lot的目的就是把x 扯下來 然後兩邊除回lock 2 over 3 到訓母那裡 這樣就會得到最終的答案 x是大約1.19 quite to 3 signific 這裡就是讓你看到 resolving的方法 關鍵就是你盡量把它變成 一些quadratic equation 的格式 然後就慢慢計算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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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